6月15日零时起,全国底路实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 新图中,长三角首次新增一条上海出发的超级环线高铁高8388 高8388次列车从上海站发出,途经长三角19个站点后回到上海洪桥站 实现长三角环线运营 这是首列连接长三角一市三省的超级环线列车 当天10时27分,满载乘客的高8388次列车缓缓驶离上海站 长三角首条环线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它单程的运行里程超过了1200多公里 那个途经我们南京、河肥、杭州等19个站点 横跨了我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三省一市 串联起我们的沪宁高铁、宁荣铁路、宁安铁路、沪坤高铁等七条高铁线路 我们今天开行的这趟列车实行的是短编组的八节车厢 列车定员为610人 今天实际到目前为止已经售出了473张车票 上座率几乎达到了77% 据介绍环线的设计不仅能够发挥长三角路往优势 进一步提升动车组车辆运用效率 还能把沿线主要客流点串接起来 减少部分旅客在高铁、枢纽、城市间换乘等待时间 更好满足环线覆盖城市间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 助力长三角外循环四通八达 内循环顺畅抵达 临近暑期旅客还可通过沿线停站打卡 游览江南园林、晚南山区、湖泊岛屿等多地名胜风景区 较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文化旅游生活 这趟列车串起了四个主要的城市 核心城市 另外也带动了 也连接了其他的中小城市 如果大家看时刻表 我们可以看到这趟列车 它的停站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停了有一些 平常其他列车不太停的一些小站 所以我们说更好地服务了 我们这些中小车站的旅客的出行 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列车的开行 可能我们中小城市之间 我们可能要经过多次的换乘才能到达目的 那么现在提供了这个直达 目前超级环线高铁列车 将以上海站至上海洪桥站的单项模式开行 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列车开行情况 结合即将到来的鼠运 摸清该列车区段客流特点 积累旅客出行数据 持续优化该列车开行方案 按需采取扩编增能等措施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次开行超级环线列车 我们只是一个长城和探索 那么后面我们也会根据开通运营的情况 旅客出行的规律 以及我们出行大数据的采集 那么我们后续也会根据这些情况 对我们超级环线列车进一步优化调整 来更好地满足我们多元化出行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增加超级环线列车的开行数量